夜幕沉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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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如果他們進了房子後 就在房子外面看有什麼環境 是 新老 他們跟阿迪倆先進房子去看 如果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叫他們最緊要先按債的人 讓他們不要動 然後再慢慢搜 我們要搜什麼呢 看看他們的身份證 合不合不合 查到他們的行街址準不準確 還有看他們的會不會有護照 有其他用來想找的東西在這裡 2016年7月31日 香港警務處水警總區 聯合香港入境事務處 展開一次代號為滿宮的抓捕行動 這次任務的抓捕對象 是五個月前 從深圳偷渡來港的一個人蛇集團 凌晨4點 葉國生就和同事 從位於香港東區西灣河的水警總部出發 向往九龍半島西北部深水部的一個居民區蹲守 同時行動的還有其他十餘個小組 他們要共同完成對深水部 圓朗 魂門等四十多個地點的搜查抓捕 所有行動差不多都是同時進行的 如果不是同時進行 我們會有機會 基本上香港警方就工作了 他們會打電話或者通風不順 2016年2月16日 香港水警在天水圍一帶 發現一艘載有13名南亞裔 非法入境者的快艇 警方隨即將這13名非法入境者拘捕 但是香港警方卻並沒有在偷渡船之上 發現組織此次非法入境活動的阻撓 那陸道船首先我們見到 有些汽水 可樂 但是這些可樂不是簡體字的 是繁體字的 我們覺得應該會有香港人參與 偷渡活動中有香港人參與 但是僅僅通過在偷渡快艇中掌握的線索 並不能鎖定嫌疑人 這讓葉國生等人一籌莫展 有些人參與 與陸井相比 葉國生所在的水井總區 有更多的機會和內地警方合作 近年來 不少東南亞及南亞國家的居民 請中國大陸偷渡至香港 這些偷渡者以金錢為目的 在香港進行大量非法活動 對香港治安產生很大的影響 他們乘飛機去到廣州 在廣州乘車在深圳 找賓館等 等到適當的人數和機會 人士集團就會安排船 就在深圳或者東莞 或者去到珠海 所以就特別小船和快船就來香港 專門從事輸送他人 偷越國境邊境的 有規模行動組織 俗稱人蛇集團 蛇頭們 從這些偷渡的非法移民身上 賺取巨額利潤 人蛇的明星是以前14年代 是很多人坐船過來香港 坐船的時候因為船裡邊 就是一兩千人 船也不是很大 他人要捲起來 所以可以有一個空間產生 有些香港人看到 好像蛇一樣一捲捲的 就說他們是人蛇 打擊人蛇偷渡 是近年來香港水警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除此之外 香港水警的主要職責 是維護水警總區轄區內 香港海域及離島的公共安全 偵查及防止海上罪案 打擊偷渡走私犯罪 執行水上巡邏 進行海上搜索及拯救等等 香港面向南中國海 臨近大陸架 陽面廣闊 島嶼眾多 香港全境包括香港島 九龍 新界 及四周260多個離島 現有水上警察編制超過2300人 擁有110多艘船艇 有10一頓火車 局長的大陸架 東天長的大陸架 原本將区域 東天長的大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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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 東天長的大陸架 人口不斷地增加 那當時的田地就不夠應付人口的增加 所以很多人他們就因此轉去做漁民 有時候漁獲不好 他們也沒有什麼文化 可能會去做一些搶掠其他人的一些作為 那慢慢地他們就成為一些海盜的班派 其實初初香港成立 是沒有那麼多岸上的貨倉的 是水的 那我就保護水 那麼最初有幾個香港的人就做了水警 那麼去到慢慢成立一個初刑 就是純粹就是看管的財物 1841年1月26日 當英國國籍在水坑口升起時 香港島大部分是淡家漁民和客家燒探工人 他們散居在海邊 破沿岸的幾條貧磁村落裡 零星散落的建築大多是草棚和木屋 在香港開破後的幾個月內 從澳門沿珠江一帶 突然冒出一批商業集市 吸引了大批急於在這個新市做買賣的人湧入 貿易的迅速發展 使得香港這個小漁村 本來就活動頻繁的海盜更加猖獗 因此早在香港警隊正式成立的兩年前 水警早已出具規模 我們水警第一支成立是1842年 這個5月的 當初的時候警察沒有成立 警察是在1845年才開始有警隊的成立 所以在1842年的時候呢 我們水警是英軍下面的一個機關 一個一個單位去做一些港口的管理啊 處理海盜 早在英軍佔領香港的第五天 一位名叫威廉·毕達的英國人 被委任為海事裁判司 並被賦予在香港海域執行警察職務的權利 在這樣的安排下 毕達徽下的水警 看似是一支獨立於陸警運作的團隊 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 許多人都誤以為水警並不是警察 水警的成員主要由歐級和華級人員組成 當中以華級人員居多 跟陸警的編制有所不同 初期的水警裝備相當落伍 規模很小 主要負責維多利亞港列的巡邏 港外則交由英軍負責 這一支就是我們在水警剛剛成立的時候 所用的一艘四艦船船 它的結構其實比較簡陋 就是由初期成立的12名警員 他們分成兩隊 每隊六個人就是趁著他出去 做他們要做的工作 1898年6月 英國逼迫清政府簽訂了 斬拓香港戒指磚條 強租新界及其附近二百多座島嶼 此時 英國所管轄的香港海域範圍 已達到一千二百多平方千米 因為它海的面積大了 所以它巡邏的 水警巡邏的範圍也都大了 從當初只有十幾個人 到有三百多人 以前都是用一個船 但是在租建了新界以後 我們就有了開始去打造 兩座蒸汽的巡邏船 和另外的有兩艘小艇 至此在英國米字旗的覆蓋下 香港島 九龍半島和新界 連成一體 海域面積也慢慢變大 擴展到了一千六百多平方千米 香港境內 水網縱橫 離島眾多 那麼離島眾多 帶來的一個問題 就是水域縱橫交錯 那麼很多拐角 海盜特別適合隱藏 也特別適合打伏擊 民國年間 香港已成為世界著名的 海運貿易樞紐 往來船隻穿梭如林 一片世生入潮 引得眾多海盜 處一線三尺 中央在1914年 樣成了慘烈的泰安倫事件 當時的海盜呢 襲擊了泰安倫 當時死了多少人呢 死了二百人 泰安倫事件呢 可以說是香港 上幾代人的心中的痛 泰安倫事件發生不久 港英政府隨即頒布了 防止海盜行為條例 開始對氣焰囂張的海盜 痛下狠手 甚至一度出動 英國皇家海軍駐腳水患 成為世界反海盜史上的 一道奇觀 香港反海盜不成立後 又特別招募了 25名俄羅斯籍警員 於是香港警察 ABCD的編號排序後 又多出一個E來 E是代表俄羅斯籍的警員 他們主要負責這個 巡邏隊 就是海上巡邏隊的工作 1983年 由成龍指導並主演的電影A計畫 以香港水警為題材 講述了上世紀 擱尺商船 為打擊海盜 香港政府改編水師 並製定代號為A計畫的打擊行動 跟電影A計畫 跟電影A計畫不同的是 葉國生和他的水警同事 這次面對的不是凶悍貪婪的海盜 而是狡猾誠性的人蛇集團 海上的滔天大浪 艱苦的井輪生活 香港水警的工作 面臨重重意想不到的考驗 人蛇手腦暗藏幕後 一片狼藉的拖渡船之中 究竟隱藏著什麼樣的關鍵線索 《見證》正在播出 《百年警察》 香港1997第二集 水警A計畫 2016年夏天 香港警方重拳出擊 在線反偷渡風暴 在廣東公安邊防總隊的協助下 準備一舉摧毀一個越港兩地 相互勾結的偷渡犯罪團夥 經過幾個月的緻密偵查 代號滿宮行動的抓捕行動 將於7月31日收亡 那時候還大部分的人 都沒有睡醒了 他反抗的時候比較難 葉國生出生的 上個世紀60年代初 香港人口已經激增到 250多萬人 正是跡深亞洲四小龍的 黃金時期 在三十多年的警察生涯中 葉國生經歷了很多極具挑戰性的工作 甚至有一次剛入職不久的他 憑著出生牛肚不怕虎的盡頭 獨自與一名毒販糾纏 他有找我叫他不讓他找我 因為他有毒販 誰都不放他跟他我抓著他 到前來差不多十分鐘 還有隊友都來之後 跟著找他 我的全身的美麗 做人都不難動 1982年 19歲的葉國生加入香港警隊 在全灣警局軍裝部門就職 2015年 掉入水警總區刑事部情報組 成為真機警署警長 水警又對付很多難難約 難難約都是他們說話 說話的地方根本不同 我聽不懂他們說話 但是他們挺難合作 所以要調查方面比較困難 然後就記好了 複雜多邊的海上環境 孕育了這支龐大的警察水師 如今的香港水警 已經成為世界警察隊伍中 規模最大 裝備最為精良的 海上警察力量之一 作詞在ę 我習慣了 這麼判斷 他是自己推薦的 但是當件事件 雙熱化之後 就會令到本來的靈性的 來裡面 是不穿我 沒有 沒有 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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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無二 同意 我們繼續 我們 當我們上船 上? 要 水井規模不斷擴大 吸引了很多岸上的年轻人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 水陆两井是分开招募的 虽然两者在招募条件上基本一致 但水井看似自在 写意的海上生活 往往更能吸引一些年轻人的目光 水井也是警察的一个部分 但是它是独立的管理的 起初的时候 也跟其他的民众没有什么结束 因为你出海的嘛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 中国内地因连续自然灾害 而导致严重饥荒 许多内地沿海居民 在六十年代初 从陆路或水陆逃亡到香港 1962年8月 香港警队成立防止非法入境科 专门应付水陆偷渡者 1965年 防止非法入境科 与水井正式合并 改名为水井井顶区 辖下有1155人 及28艘不同类型的警轮 水井的训练要求也随之提高 努力的能力比较高 调到水井 其中一个要求就是 要几天 几几天都要在船上面 不能回家的 因为以前的船很慢的 不同的地方存落 要在船上面工作 所以这样 如果你体格比较差的话 你一定受不了 因为海浪的问题 与海为伴的工作环境 决定了水井 有别于路径的训练要求 如今 从太平山顶 隔海北望 便是九龙半岛的尖沙岁 这里一直是 香港水井的中枢神经 1966年 刚刚成立的水井训练学校 就设置在尖沙嘴水井景区的总部内 出入职的水井学员 除了跟路井一样 首先要进入黄竹坑的 香港警察学院 接受六个月的基本训练之外 然后还要进入水井训练学校 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水上直访回去 但是在我们的测试当中 我们有两种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教官 教过我们的学员 是进行了一个拯救训练的 在这个训练 我们是模拟一个进行 商人小艇巡逻的时候 因为特别的意外 其中一个船员 堕海 堕海了之后 我们要求另外一个船员 在它单独用自己的能力 是救回自己的同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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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工作的叶国生 不得不经常面对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 形形四色偷渡者 在路数号任务之后 叶国生和同事开始悄悄向目标地点靠近 叶国生和同事清楚地记得 距离7月31日满工行动收网日的五个月前 正是一部遗留在偷渡船只上的手机 成为所有环节中最关键的线索 第一个船舱是很骚髒 还有是有些污水在里的 就找到一个电话 那个电话拿出来就是用得的 因为那个电话原来那个污水 是一些油来的 那就没有影响到那个电话 那个操作 正是这部浮出油面的手机 露出了偷渡犯罪团伙的马脚 满工行动由此拉开序幕 那个电话的通讯 在未到香港 还有入了香港境界 还有上了岸之后 都是不断地跟大陆的电话 是有联系的 也都跟香港的电话有联系 很显然这是一个越港两地 相互勾结的人蛇集团 随即香港水警 与广东公安边防取得联系 希望通过查找这部手机上的通话记录 进一步锁定犯罪嫌疑人 然后我们发觉跟大陆的工编 大陆的工编 都依然都觉得这个大陆的马后马 很可疑 然后相信它是一个头目 一个主路 然后大陆有一个突破 然后根据它的通话旨路 根据它的一样锁定 一个姓中的香港 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 内地与香港合作办案的机会 越来越多 尤其是在水路方面 粤港两地走私偷渡事件 频繁发生 因此两地警方需要共同调查 才能顺利开展打击工作 时至今日 香港水警在科技与制度上 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完善 已经今风昔比 当年在航速22千米的 水市一号上执行的水警 每工作四天 才可以上岸休息一天 同时还要忍受颠簸 不定的工作环境 两地警方联手出击 人蛇集团忠告覆灭 横行海面的大飞 如何反成为水警 初期制胜的工具 在高新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 香港水警又会有怎样 与时俱进的改变 见证正在播出 百名警察香港1997第二集 水警A计划 一部电话牵扯出隐藏于内地 和香港的人蛇集团首脑 香港水警与内地警方 随即锁定目标 进行严密监控目标人物的一切动向 同样在香港海域内负责打击走私 偷渡活动的香港水警小艇队 被称为海上飞虎 它的前身是 于1979年10月成立的快艇特警队 与电影中基地的海上追击桥段一样 小艇队执行的反扣度 及走私行动 同样惊心动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 香港海域的走私活动 日渐猖獗 自1978年 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内地经济迅速发展 人们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 也不断增加 在香港的海域内 开始出现一种 绰号大飞的走私快艇 其实它是一些高速船 它配合一些 很强劲的马力的延内机 因为当时走私的物品 是很多种类很繁种 甚至乎包括有车 要推动这艘船的话 又更加需要大马力的延内机 我们俗称这些这样的船 就叫做大飞 在一次反走私行动中 小艇队的一艘快艇 不幸于大飞相撞 导致三名水警疏伤 其中一名伤重不治 有见于此 香港警队于1991年 成立反走私特遣队 专门负责打击海上走私罪行 并且与小艇队 保持紧密合作关系 与叶国生同一年加入香港警队的吴基伟 于1987年加入小艇队 但是和叶国生的行政工作不同 吴基伟是一名真正的海上驰骋的飞虎 在追击大飞的过程中 吴基伟与队友 曾多次成功追击走私快艇 并尝试将这些快艇改装充公 但是这些改装过后的走私船艇 并不符合安全规格 因此无法长期服务于水警的追击行动 1999年 香港水警从荷兰引入 达文山猫行快速追击船 成功压制海上走私活动 大飞渐渐绝技 2003年4月23日 小艇队与反走私特遣队 合并成为小艇分区 继续作为打击海上走私活动 在中间力量 曾经茫茫沧海中的那一简陋帆船 已经完全淹没在浩荡的 时代潮流中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 同样为香港水警 注入了新的血液 这是我们香港水警中营纯螺铁船 我们现在盛起我们的车船 这个位置的是我们船上的指揮官 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看那个旅打 这个是索万言 他就是帮指揮官 我只帮这个托手 就是观察外面的齐放 有没有危险 2010年 香港水警海上警示系统正式启动 香港水警利用雷达扫描系统 能对所有进出香港水域的 水上移动目标进行监测 并通过与海市处的高度资源共享 能实时查询掌握雷达监控道的国际船只的基本资料 香港水警先进的科技侦查技术 让人蛇集团在天水围一带露出马脚 成为满工行动的前奏 经过五个多月的调查取证和严密部署 满工行动的抓捕非常顺利 最终香港警方与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共拘捕94人 包括内地 香港 越南 以及巴基斯坦的人蛇集团骨干 叶国生在深水域的居民楼里 成功抓获五名非法入境者 朱老跟内地的主要成员都已经判刑 朱老就是判刑了八年 其他的就是三十六年 2017年7月1日 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 距离香港回归祖国已经整整二十年 这一天许多香港市民度过了一个悠闲的纪念日假期 但叶国生依然需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是所有香港警察的职责所在 正义感一直是叶国生等水警们坚守的职业信念 香港回归二十年以来 香港水警与深圳边防支队密切协作 共查获涉嫌走私案件七千三百二十二期 案值约十二亿元 2017年 香港警方查获的外籍偷渡人数同比下降百分之八十六 身处十代巨轮中的香港水警 在浩渺的历史云烟中 行进了一个多世纪的航程 并且已经成为不断现代化 专业化的海上警察力量 在守护香港海域的过程中 水警A计划依然在行动 街头炮饭凌晨 谈遭砍杀 谁是凶手 十三年血案 中德告破 驼枪世界如何抽丝剥剪 从纸笔到驼枪 香港女警走过了怎样的艰难岁月 机动部队拆弹专家 回归后的女警如何展现他们的萨爽英姿 见证下期播出 百年警察香港1997第三集 驼枪尸解